喂 你今天开心吗 我愿意拐还新南自封与你不干 你工作怎么样啊 我天天打工招八万五那又怎么样 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单身万岁远离情来自我选择 那你今天 爱你的生活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每天都不阳光 你哪来那么多情绪啊 真是奇怪 怎么会有这么多感人 闭嘴吧 别再问了 为什么爱人会带来伤害 而我却深陷其中 等不到的消息 担付完的回忆忘不掉的感情 我未曾改变何至于是我面目全非 你的数据已经改变了 爱情 从来不是记得痛苦生活的良药 但是哭泣可以 如果我哭泣可以 我想哭 我想宣泄埋藏心底的情绪 我想放肆我自己 我想翻越栏杆 我想冲破禁锢 我想关上这扇门 我想成为小时候开始就渴望成为的人 医生 宇航员 画家 音乐家 虽然这些 都离我太过遥远 但梦想就是灯塔 它才指示你未来的方向 可能是那个世俗生活里浇灌出鲜花的你 二十几岁就不会再有所谓的自由 参加工作之后就会有无尽的要求 上班就要有上班的样子 明天穿皮鞋来 日日奔波很难关注音情远缺日生日落 那我的生活还有几分钟是留给我的 我想坐下 坐在这窗帘下的沙发 和自己说说话 漫无目的地回忆起过去的岁月 这一路走来 经历过自我怀疑 自我放弃 自我成长 也许痛哭的背后 内耗的背后 都是每一次新的自我认知 所以 我接纳无数个不同的自己 我大胆地拥抱自己 我想勇敢地做我自己 请闭上你八卦的嘴和无处分散的鲜心 别再来问我